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在不同的地区性和国际性活动中 凭着努力和坚持 代表澳门取得戒职 他们是2015-2016年优秀表现学生 为表扬有优秀表现的学生 鼓励他们积极学习 争取戒职 传扬积极向上的精神 教育期青年局早前举行首届优秀表现 学生家许礼 家许该学年参加地区性和国际性活动 或者比赛荣获佳职的学生 那么多年里面来说 教育局组织 很多的学生不同的一些活动 包括一些地区性 国际性 或者是去到我们国家的一些比赛里面 是进行各学科的一些比赛也好 交流也好 其实种种的工作 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发掘到我们学生的潜能 包括在座成功地在某个学科领域得到一些国际级 或者国家的一些荣誉 这个都是可以说大家的潜能是尽显了出来 家许礼尚 社会文化师谭俊荣师长向同学们颁发掌项 之后更与两局长一起和同学们交流对话 一会儿 各位同学都可以自由地和我们一起交谈 好吗 那你们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给你们一个咪咪了 好吗 世界各地对学生的互联网和编程的能力 都是很高度重视的 那我就想问一问 那未来的特区政府会不会投放更多资源 给学生去进行这一方面的培训呢 谢谢 好 多谢你这个问题 你一问到我们特区政府在日后会不会加大 对于科技资讯的教育 你问得很好 这个是我们特区政府是必须要做的 一项投资 但是今时今日我们小朋友幼稚园就已经开始接触电脑的了 我们大学的时候才接触这个电脑 我记得当时我们还砌机 我们当时砌机 你知道什么叫砌机 就是买一些零件 自己砌机 连都不一样 但很重要的就是我们 今时今日就是必须要对于这个科技资讯 有更加多的投入 所以我希望我们日后更加需要加入 还有投入更加多的资源给我们的学校 令到我们的学校有好的设备 有好的老师 还有最当然的就是有好的学生 也都有对资讯科技领域感兴趣的同学 就行业的就业前景提问 谭司长都给了意见 你问这个问题的话 我相信你很有兴趣 就是读这个科技资讯 这个很好的专业 无论是哪一个领域都好 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那些聪明的科技人才 我们澳门就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加多 现在目前来说 资讯科技领域的人才还不足够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多考虑这方面 当然也要符合自己的兴趣 有兴趣也都是喜欢读 而且是想读这科技的话 我觉得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同学的付出得到肯定 最开心的莫过于是他们的家人和老师 他获得奖 我们真是全家人都觉得为他自豪 我们慢慢都猜不到他会有这方面的潜质 因为发掘的是他们学校的老师 发掘他有这方面的潜能 我们很感谢学校 多谢球哥、球教练和他的老师的学样和教育 令到他有今天 他今天现在都很乖 多了出去运动 接触那些人 他就自己可以懂得照顾自己很好 还有好听话 可以自己家务 什么都可以帮忙 有懂得照顾我们 到现在 很开心的学员能够在以前在校围内向 现在改变了校围 就积极地做其他东西 还有学校现在也有很多的进步 希望他再接再来 最后一班获奖的同学们 特别有一些说话 要跟所有的同学们共勉 学习数学会遇到很多难题 但是正所谓 走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想用这种态度来鼓励自己和其他同学 遇到问题不要退缩 想其他方法来解决 澳门虽然是一个狗小的地方 一直在各个不同领域都出了 无数优秀的人才 在世界性的各种竞赛都出类拔水 拿到不少的佳职 所以其实澳门的青少年是很有潜力 一分加盟一分收获 努力了之后 还会有收获的 这个收获不一定是现实上的 也可以是你心灵上的满足 那种愉悦感和那种成就感 我很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些很有意义的目标 而这些目标是有意义到 就算你明知你很有可能会失败 但是你还愿意去围着这个目标努力 无论是可能是比赛的 你输了也好 但是你都可以从中去获得到一些东西 例如经验 知识 失败其实都不重要 而且它都是不存在的 那就不要放弃地继续努力下去 要自己用平常心去面对 也都要跳出自己最佳的水平 希望大家可以坚持自己努力的东西 不要轻易放弃 加油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细节决定成败 只要肯坚持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 无事是无可能的 不要怕 挑战就是我的成长 精诚所致 金石为开 只要专心诚意去做一件事的话 其实没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的 有志者是警识 相信自己 Creativity is change the world 坚持到底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